團體 Iron 4 Iron 4就是 異味道 所以Iron是鋼 Iron 5 你很誇張 演戲跟打球比起來什麼比較難 其實跟男生相處是比較自在的 就是心裡頭是鋼的 不管是價值觀的正義啊 或者是你覺得對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表達出來可以用柔軟的方式 我不會怕被說太娘 因為Jerian 原來是三分人 不是六二人 我好像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起來 二分之一起來 一個好的領導師 請聽 請聽和 都選舉 都給亂說 都給亂說 我覺得請聽很重要 你要知道把對的人放在對的位置 好像說三國 其實劉備可能不是什麼很厲害的人 但是他能夠找到諸葛這樣 他能夠找到關羽 他能夠找到張飛馬超趙雲 我願意幫他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覺得 一定要做一個很厲害的人 但我很認同 學會跟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這個比自己完成一件事情還得可貴許多 那個公司 萬一全部都是我們四個人的照片 目前沒有什麼他的作品集啊 原來目都是四個人的照片 小小的 樓上的 90%的是我們自己的照片 人才是這種 非常失戀 我們賣的是 我們賣的是人 這是作品 雙擊還蠻大的 怎麼藏起來 怎麼藏得很牽瘦 然後很線條 書胸 是不是 他拍戲裡面都算書胸 真的喔 假的 你不要亂講啦 到時候人家一直看 我說書胸在哪 像個形狀狂這樣 沒有前期 先生因為是我自己本身私底下的興趣 所以我在一直保持 那我剛開始進劇組的時候 前志祺的時候 有被說過就是 可能太壯了 然後因為我在戲裡 角色都是穿襯衫 那手臂實在有點 粗 對然後就被 製作單位跟導演說 情文要減重 那我也花了一段時間 去做飲食控制 然後有 才有慢慢瘦下來 所以 我們拍到後面 是我自己認為 最適合剩餘 這個身材的人 所以牽起我 有嗎 你有沒有感覺到我身材不聯繫嗎 不會 其實拖的 拖的是一起拍的 所以就還好 對 讀書會就對了 對對對 那時候 我還有去參觀他的工作室 然後在宜蘭晃了一下 在戲裡頭 我沒有實地的 讓田中葉的一些建築物 成為我們戲裡的 背景這樣 對對對 金山是我們設計事務所的主場景 但是我們有一些 譬如像是學校啊 都是聲援老師的設計品 因為我們其實大家都不去學生 社會社會相關的 建築田中葉是希望能夠從 建築師或者是心理層面去理解 建築跟人之間的關係 那 住在金山還蠻長的一段時間 因為是一起住 這兩個人 兩個人一間房子 就想不要交換一下 笨蛋啦 還有 我們只有邀請半個房間 我是小時候 我有朋友住在那附近 然後我們都會去一些 比較開放性的海域 可能要爬繩索才會到的地方 然後去那 可以全裸的那種 你也可以全裸 不會有人看到你 就等於是你是在觀光客的 山的另外一邊 所以不會有人看到你 那邊的海水就是 還有河豚 你會看到很清澈藍藍的 我那不能全裸 就是你那樣很開 還在那樣 遲到 你會遲到 就幫他流過來 你應該把他推開 推開 流放 這個角色應該算是我演過 情緒釋放最大的一個角色 可能我的外表就是給別人 多半這種角色會被我吸過來 這樣他有這個強迫症 我有看了很紅的那個國編怪胎 其另外一部 李奧納多演的神鬼 對玩家 再講說他有一個強迫症 是扮成的洗手症而來的 就算你一直很快速的 又一直反覆的 每個地方都有戳到 也不可能到破皮 他練習 你看你都戳到破皮 真的假 有點幽默 有點清喜劇的這種感覺 男人 這種角色好像現在是往你身上靠 對 有 你要說這是維恩的功課也好 讀本的時候其實他有特別 跟我們聊過 性別 光譜啊什麼他的性向都好 他想要把他的表演 用很多種層面去讓大家看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他很厲害的地方 然後他已經想到那裡去 可能就是比較 娘 或是比較柔 但我覺得其實這個答案是很開放性的 所以你是想要打破刻板印象的 角色的 對 對 然後他確認真的到我們 好像沒有辦法插 好不好 你插 你插 你愛插 你插 是不是這樣廚藝變紅了 廚藝 沒有 沒有 一路上跟 過菜啊 蠻有緣的 到現在炒飯的時候我會甩鍋 大師 他都會 他都會 以不傷我心的方式來教育我 心理器外都是啊 我會偷偷跳他旁邊 給他一些建議 這個應該要怎麼切 是比較對的 因為他有什麼 倒倒倒倒 就是這樣 不對不對 這應該先 對 應該先切直的 然後把他轉過來 再慢慢刨死 這樣是對的 嗯 這東西就是都要切 大便是小的嘛 你只要吃 齁 劇組應該要付他那個指導費 哈哈 有讓你想到拍淑女一樣 就是在台南歡樂的經驗嗎 我覺得不太一樣 淑女像是在很大層面是在學習 那邊是跟同儕一起 在夏令林中 向心力的珍貴是我人生中比較少見的 你現在會擔心你有陳嘉玲魔衝嗎 我不會 到我們公司會 有性別階限被模糊化 打破那個懵懂之後 才發現原來自己身上有很 扛熱一些使命感在 你的整個人會更有動力 每天都是很有熱情的感覺 溫燒的人其實很難演啊 不難啊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溫燒的人 是 4.5分 這個範圍就是我自己的本色 很舒服的在演 上一枚 你的幸福 自己決定 有曖昧耶 曖昧啊 誇張 神奇奇 眉孔 應該不算是到曖昧啦 你有看過別人的 那你幫助小妹妹 其實一生生活有幹嘛 所以就像是送 默默送早餐給人家送很久 人家光巨人 就是 就是對現實中的秘密耶 對 因為我們剛開始 開拍前其實 都不太太熟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讓她有這樣子的距離感 她其實是一個很愛 待在片場 享受那個拍戲氛圍 其實我已經知道 有幾個制古小孩的方式 比如說現在比賽開始先講話 就輸了 她就馬上停了 或者是 台詞是什麼 你內給我訂一次 是嗎 你確定齁 我要看齁 玩遊戲 你要透過玩遊戲 去控制她 讓她在這個控制之中 找到樂趣 主要的都是 交給善能去跟她講話 然後或者 我們兩個可能比較偏向監督 有一點半黑臉的這個角色 我覺得有做到分工這件事情 除非我合不住 胡利格格是大波 胡利格格出文S2 大事大條 對 嚇嚇了 但是我覺得 量上是一個非常充分的 開始要有點失控的時候 我就會用一招 我就突然講說 我覺得今天表現還好 真的假的 我拿 我有嗎 我有不好 我覺得今天 0分 然後我就直接這樣講 我就把它當當 她就 她下一刻她就知道說 我今天好像表現不好 我要開始很認真 就要開始重視 所以下一刻就很好看 可是我喜歡露營 一方面是吃 所以我真的很想帶 就是你吃弄好之後 我就可以回家了 沒有 剩下 剩下最幸福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和跟我來的夥伴 跟我和星星跟草地的事情 那個是很 你不一定會對每個人說 但是露營 或者在影外的時候 你很容易展開星球 演戲跟打球比起來什麼 比較難 我覺得演戲比較難 打球 它比較容易看得到你的上限 演戲比較不一樣的是 演戲它沒有一個最終的結果 精力都是不斷的累積 它很難 可是你會一直不斷的進步 表演比較有機 更有挑戰性 會 但這個一開始其實蠻難的 不管是綜藝節目也好 我們必須要對鏡頭去講話 去表現各方面的活動 剛開始演戲的時候 變成你要忽略這個東西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你會有點卡 就是我非常怕可惜 這種事情 壓力是 大到一個不行 一定要去忘記 這一個的存在 我覺得是 歌手跟演員一個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區別在 演到 就像剛剛 我跟妳講的 或是石金秀講 我有時候跟他們相比我當下 我已經忘記我在拍戲了 但我覺得那樣子狀態是最好的 就是我在我們的世界裡面 享受著 沒分沒了 等於是你們來看我們 享受我的生活 而我們不是要表演給你們看 我們是 正在親密 看似表演 但其實我們是在 生活的沒分沒了 所以剛才V隊 你還說是紀錄片 有一個 生活紀錄片 那四個的生活紀錄 不惜 16歲的時候 你現在還有跟書里導演 有 我們都還有一個群 還在講說 過十年後要再去拍 成功的二 酷 對 我以前剛開始從歌手 轉來演員的時候 我會希望 就是有一個鏡頭感 會希望是好看 或是怎樣 但我後來其實 我真的覺得還好 我會喜歡 人家討論表演的東西 兩個我之後 我變得比較有 耐心一點 有責任感 會比較溫暖一點 他變成頭上有一個 天使 溫暖 溺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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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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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